你没有桃花吗? 也许你的花晚年才开哦 不是啦,是越老越有魅力哦 双子座年轻时绝对是造型界的神农士 什么服装都敢穿,什么发型都敢剪,什么发色都敢染 不过双子女是越老越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型的星座 所以她也是十二星座中最不把岁数放在眼里的 不可能从他们身上听到我老了三个字 因为她们觉得自己永远是个小女孩啊 所以不管几岁都保持年轻的心 积极地去游山玩水啦,运动啦,或者是美容 她都很热衷哦 可以说双子刀着掌 更年期发生在二三十岁,比较容易情绪化 但是随着年纪越大,性格反而越沉稳 不随便发脾气了 再来是处女座了 处女座为什么越老桃花越旺呢? 其实她们从年轻就很旺哦 重点在于她们能够好好地保持自己 处女相来非常自律啦 就看她要把自律放在哪里 有时候放在绿人,有时候放在绿脊 当然绿脊的这一组桃花就可以延烧得9999 而且她们的外表的确是女神级,不会老的哟 而且处女座是很容易牺牲奉献的 以至于就算当小三她也可以当得很专业,维持得很久 为什么呢?因为她真的很能忍,也蛮有手段跟身段的 比如说她完全知道对方需要什么 就算这个需要会牺牲掉自己,她也在所不惜 所以这样的处女座当然会有桃花 而且处女座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比较神经质 但是有点年纪之后呢,就变得非常得体了 出得厅堂,进得厨房,又能帮男方充事业 是最好的鲜内助 感情上比双女座还能牺牲奉献 你说,这样的处女座是不是越老越有桃花呢? 年轻时的天平座表面大家闺秀,里面十足是个女汉子 职场上她真的很像所谓的处女座 因为是工作狂,有洁癖,很别扭 常常把桃花给吓跑了 但年纪越大,天平座就比较柔和一点了 因为她知道世事不见得完全照着她的心意走嘛 也比较懂得柔软 女人味这时候才飘散出来 而且天平很懒哦 懒得保养,懒得打扮 一不小心就让外表走中 所以越老越有桃花的天平 肯定是还有职场的天平哦 或者是她其实开始有危机意识了以后 就会开始保持自己的外表 那这样的天平不管年纪多大 都能保持她的最佳状态 所以对天平来说有危机是好的 双鱼座心里一定要有一个人设 就是我想演出某一个角色 那如果她要演少女呢 眼神就真的可以飘出那种无辜的气质 跟她年纪多大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双鱼真的蛮喜欢运动 练鱼家等等 所以一般来说真的都维持得不错哦 有许多双鱼女有地位有身份之后呢 也不必会谈姐弟恋 因为在她心里她是少女嘛 她们只是享受恋爱 她绝对不会昏头走进婚姻的坟墓 所以就算是年纪大了的双鱼 比起年轻时不会再不切实际了 相反会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伴 你反而觉得她能长长久久 也处理得蛮得当的 不得不说摩羯的确是一个老着等 越老越年轻越老越美的星座 毕竟摩羯的关键字是经典 而经典就是要靠时间来换取哦 内龄的摩羯女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在群里非常没有存在感的人 因为她会自我控制嘛 所以显得很沉闷很低气压 也很保留不敢释放 但摩羯的内在其实是很温暖的 很想要释放她的爱的 所以越到后面 当她年岁渐长 就好像水果熟了以后 就开始飘散出香味 大家才慢慢发现 其实摩羯座很贴心 跟摩羯座在一起也很温暖哦 更不要说摩羯还越老越有事业 越来越有身份地位 那事业所带来的气场呢 也会让她更有魅力 那就是射手座咯 其实射手是属于一鸣惊人型的魅力哦 她一直都很漂亮 永远能够惊艳第一次看到她的人 可是久了 这种惊艳感就会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如果不幸这个射手很唠叨 就会飘出省位要小心哦 为什么会飘出省位呢 因为射手骨子里真的很传统 她是甘愿洗手做墩汤 嫁人后也可以让自己非常的低调 跟年轻时的风风火火比 年长之后就走爱爱内涵光的路线 我希望你们永远维持辣妹的外表 OK 加油咯 老师年纪越大要多大 80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年纪大 有分几个阶段 一个是30 因为30是土土和像 它就是一个节点了 然后再来就是37、8岁 37、8岁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形象 我觉得人在37、8岁也会有一个转折点 那我想你通过每一个阶段 你可能都会发现不同的自己 所以对35岁的人来说 你也觉得自己老 40岁的人来说 你也觉得自己老 好不好 不要担心 不是几岁也可以很好的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